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帝的地貌像烤大鍋 将这座城盛装起来 黄河水如同不断注入的牛肉汤 慢慢熬至属于这里的气质 就这样一碗牛肉面融入到日与夜 我出生在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最细端 来到兰州之后 回族 藏族 东向族 好多民族 慢慢地混合 就让我的整个的音乐的感受 感觉这个直觉 就是一个抑郁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们去吃牛肉面 经过清真寺 会有阿红聊亮的歌声 某一个小巷子 藏族人的清晨的奶茶什么的 会看到 听到 尝到它们不一样的那种 牛肉面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每天早上我爸带我出去吃的早餐 它就是我每天生活开始的一部分 我是兰州生出来的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去那些地方 我都属于是属于演出 出差 是公干 最多待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我就希望在兰州待着 兰州有我最熟悉的亲人朋友 有我最熟悉的牛肉面 我这个人吃牛肉面 有一个魔咒是破不了的 我只要穿白衣服去吃牛肉面 我必然会被见一身的优点 就是兰州牛肉面的一种玄学的东西 从兰州到成都 心态也有所变化 别人会觉得你是西北的 标签和烙印就非常的深刻 你要突破会很困难 刘坤和他的低苦爱乐队 2011年 以一首兰州兰州 被人们熟知 然而他们的音乐风格 从热情豁达到到随心失信 早已突破了地狱的限制 我只是觉得想让自己破一下这个局 招招以前懵懂的那种状态 因为你在一个环境 时间太长了 可能人就会有一个舒适圈 想要脱离家乡的标签 促使刘坤 想要离开兰州 然而眷恋家乡的基因 也早就通过牛肉面 融入到他的血液里 我们不在兰州的时候 不想念的就是牛肉面 兰州的牛肉面是有名的 那比好吃 兰州人对家 一向有着深刻的偏袒 在这里 如果把牛肉面称为兰州拉面 那必然遭到兰州人的纠正 如果爱吃牛肉面 不管来自哪里 那都是兰州人 这个城市在五湖四海 像驿站一样 大家认可那种同样的食物 像牛肉面这样子 很了不起 南州人对吃牛肉面 非常饱宜热情 随便的牛肉面太多了吃 他爱吃的牛肉面 不管多远 开车打车 有饿几个小时 他也要去那吃 他认为对的那一碗 吃完迅速就走了 投入到下个场景里面 每天早上我爸就会带我 去吃牛肉面 坐这儿 你是第一次来 我自己调整 我去买面啊 等我啊 吃早 把上边很下来 吃多亏 两面 两肉 再吃啊 里面会换了皮 好 爸 没给你用辣椒 用我的给你 稍微来点 好 熟吧 你觉得和咱们家楼下那个吃哪个好吃 这里的肉好吃 这边的特点是汤勺 比较传统 你看你的汤都快变成干拌了 人的这种遗传就特别神奇 他就特别爱吃牛肉面 你要带他出去玩 时间长 然后回到兰州问他想吃什么 他肯定要吃牛肉面 如果他要离开兰州 想从兰州带走什么 我希望他有西北人身上的直爽和平和 在兰州长大的刘坤 在兰州长大的刘坤 兰州 家是他创作的精神之源 我能够走进来的 如果够 兰州为一 这兰州到了 这个 你爱不爱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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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刘坤决定将原来的四人组合 扩展为十一人的 国内最大民谣摇滚乐队 这种大胆变化 离不开兰州人的豁达之气 四个人的乐队和现在十一个人的大乐队 相比刚开始的排练非常的不顺利 这种沟通 我认为平和特别关键 它不是没有中途 没有矛盾 这种平和是大家在一起的状态 就每个人都是缓慢的 就跟澳湯一样 蓝州人会将一头牦牛的九个部位 扔进一口大铜锅 寻来各地的香料 青红皂白地熬它一个下午 喝下这样一碗包容各种滋味的浓厚清汤 喝下这样一碗包容各种滋味的浓厚清汤 兰州人 怎能不获得 牛头 感觉全是胶原 土质 筋动 有嚼劲 不可以的 我没吃过牛肉 吃心不心 来 三哥 牛排 好 当你个乌银币 你没有发现吃完这些肉之后 心里特别空虚 必须得吃完面 填补空虚 人生达到了高潮 这才是牛肉面的精髓 蓝州的精髓 来 干个杯 烫的大哥 好 刚才这个锅里 牛的九个部位 灰锅 但是都把它给调匀了 就跟咱们做乐队一个样子 做音乐必须要出去 但是后来发现 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特色恰恰就是 我们身上的这个血脉 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是西北人 偏剧一遇 看到的世界 可能跟别的地方的人 看到的世界 不是太一样 所以我们要用音乐 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 或者我们对人内心的 那种关怀的态度 这可能是我们的内核 我们其实走的都是平凡之物 现在需要的是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他们爱听什么 我们要加一点这些元素 才能让我们的内核 表达得更清楚 妈妈 我在这儿 比起白天的豁达平和 夜晚的兰州甚是敞亮 如同平和的兰州人 讲起相声也像的敞亮 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我们的两位当家伙伴 马上跳 陈毅诚 掌声表情 好 好 你得有个家族 你是什么家族的 藏爱家族 哈哈 哈哈 你看你们的公司来清 藏爱家族当时是个大家族 还是大家族 全国联署 我当时是藏爱家族 安苏省兰州市城坤居民家桥共热奖 来羊肉 今天演出辛苦 动动动动 好兄弟 自己来自己的 不客气 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 就是我那时候一直在台上 我就说 外地的人对兰州人 第一印象是什么 拉面 我们兰州人不止一次给别人解释 我们兰州没有拉面 我们叫牛肉面 就是牛肉面 出了兰州 其实就不是那个味道 对 它其实跟水也有关系 水有很大的关系 跟树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因地之一 它可能汤底熬的没有兰州这边讲究 对 包括它在配料上 在面上 它的揉面的技巧上 揉锤摔打 但是它最终呈现出来那一碗面 它正好迎合了天南海北人的这种味道 对不对 喂兰州吧我们就干一个啊 来来兰州 走走走 兰州最口 兰州最口 一个点点 二口口 八咸 八咸 量货 是兰州人对自己的评价 货 只货达 量 是敞量 曾经的兰州牛肉面 只卖早午两餐 如今兰州的夜生活越发丰富 兰州的街头 也出现了二十四小时的牛肉面店 牛肉面讲究的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花 有擅长辣椒好的 有擅长汤底好的 有擅长面筋好的 有擅长肉煮好的 各家都有所差 来兰州的醉鬼 其实要牛肉面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师傅 面少鞋 汤多香 就是烤汤 想喝点汤 让胃也能够舒服一点 下个三鞋 面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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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多香 好 来 看 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这一片土地上 有我最熟悉的牛肉面 马小跳 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兰州相声新人 虽然被各地邀约 他却选择留在兰州 家既是创作的精神支援 也会是激发之地 创作这件事吧 难 作为演员如果要观众预判到 你在舞台上要干什么 那就挺失败的了 观众就不会花钱买票来看你了 去翻新一些传统节目 已经不能算创新了 现在创新就是发掘生活中的点 马小跳的相声 正是取在于变幻的兰州 不断推陈出新 写兰州青年的夜生活 写兰州青年买房的压力 相亲的有趣的事 我发的就是你的重片 对家有着执念的兰州人 在这里获得灵感 更获得安全感 每天 最早一晚的头锅牛肉面 仿佛被注入了兰州魔力 豁达的浓厚与敞亮的清汤 让兰州人不惧未来 兰州牛肉面非常有治愈感 生活中比较不如他意义的这些人 今天早上去吃一碗头锅 真的会让他重拾一种信心 他现在在兰州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食材 他绝对是兰州人一个精神寄托 我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作为兰州人 我也希望留在我熟悉的地方 为兰州观众带来一些欢笑 我们将春山入学帮无锡苏州到上海 你做的时候没有带走美后望的花香 说要把它留在划过山之上 兰州 总是在清晨出走 兰州 藏不忘的黄河水向东流 其实新年人的性格就肯定普遍都是比较好放一点 能表现出来的都是比较粗浓的 然后表面也是 这表面看起来朴实无华 其实内心的话特别的丰富 多水 够好吃 我们是爱西安的 你回家吃上一碗边边面 还是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西安人 没有什么事是一碗边边面解决不了的 吃了之后什么困难都不怕